230位高雄市民聚集 隔空喊話 不要商場大樓還給他們製紅池 因為不想再飽受水焰家園之苦 在讓市政府開發為其他的用途的話 說實在我們文德里 真的是淹水第一排 這不是我們樂宜所見的 淹水的痛苦嗎 在淹的時候 眼睜睜睜的看著 去那些 打著啊對不對 爬來爬去 小孩是他的樣子 一個多月前8月17號高雄暴雨 本管路水漫馬路 鳳山鳥松三明區都有積水的情況 在地居民控訴 身處在一淹水區域 鄰近的小貝湖智鴻池 卻要配合蓋豪宅 目前現況 佔地9.1公頃的智鴻公園 一旦豪宅蓋下去 面積縮小剩2.1公頃 2007年過時的水情資料 說2023年極端氣候下的暴雨 小貝湖只要4.5噸的這個 智鴻量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智鴻公園可以縮小 你覺得聽起來合理嗎 合理 質疑政府參考過去的數據 面對近年來的極端氣候 小貝湖智鴻量如果縮減 一旦又來大雨 居民提心吊膽 依照目前的現地的價值 至少要超過7到10億左右 那藉由這一次的聯合開發 又可以新建4.5萬噸的智鴻池 這樣等於說 其實坦白講是一個雙贏 水利局回應 開發案和智鴻功能 都有一併考量進去 會和居民持續溝通 颱風前夕 陳其民眾到議會 想當面堵被巡的市長陳其邁 沒等到人 市長臨時改行程 改去視察簽證抽水戰 先關心眼前小犬颱風帶來的威脅 TVBS新聞 艾朝鮮李讚盛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